和大家看看2023年10月份 美國拜登總統的接受程度如何 他說現在民主黨的接受程度下跌了 而整體的全民投票接受程度 只達到37% 沒有最低,只有更低 我們看看他的實際情況 現在是和上個月比 從2023年9月和10月比 都下跌了 在美國的成年人中下跌了4% 而共和民主黨人 由86人下跌了75% 在獨立候選人都下跌了4% 共和黨那邊都沒什麼好跌了 只有5%的支持度 沒有再跌了4% 差不多等於沒有 如果我看看他整個期間 在2021年1月最高峰 那時候是57點 到現在跌了20點 這些選舉方法產生的總統和政客 由他上場開始 一直跌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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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下台為止 在這裡大家看到 另外這下幅圖就是分開不同的黨派 當然當選的時候 民主黨人比他百分比比比98% 當然剛剛自己的總統當選 但到現在已經跌到75%了 而我們要記住 他們完全是政黨相對的 所以下面這個共和黨 由最開始 11點到現在5點 跌了一半又多 而到後選人 由本來的61 跌到現在35 又是差不多不見一半 自己的黨也有多支持 但近期的跌跌 可以說幅度是非常大的 在自己的黨內也 那裡面的政策很明顯 連黨內也不再支持 在整體來說 現在是40% 整體來說 比起上一季都跌了0.7% 然後我們看看歷史上 過去一段時間 不同的總統 在同一個時間 最差的那個 就是1979年的 Jimmy Carter 那時候只有31.41% 他之後 這裏就是 Joe Biden 第二測 40.0% 連特朗普也40.7% 然後下一個就是 奧巴馬 41 再高一點 就是有一個 Bill Clinton 不是 這裏有一個44點多 這裏有44點多 這裏有44點多 Reagan 然後有一個明星總統 美國政客到現在 就已經差不多跌到 真的不能再跌了 所以就是 這樣選出來的政府 做不做到事呢 可不可以為人民做些什麼呢 大家自己想一下 之下 接了 旁邊 有雙 是 這裏